大明万历年间 梵阳县有个书生名叫殷深 家境富裕 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 娶了妻子怀安梦 夫妻恩爱 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书社里聚会的时候 经常有朋友讲一些鬼狐精怪的故事吓唬人 这时候殷深总会说 邪不压正 只要品行端正又何必害怕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不害怕 每当月明星期的夜晚 他总会带着酒来到野外 大声喊道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鬼狐 那就不妨现身出来 和我痛饮一场 看到没有回应 他仰天大笑 喝掉手里的酒后离开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不久之后 朋友们说城外的元宝山下 有一个乱葬岗 经常有鬼魅出来魅惑人 问他敢不敢晚上去 他二话不说立刻前往 等到了元宝山下 果然看到许多无主的坟营 看到这么多坟堆 他心里难免有些害怕 可话都说出去了 不好意思打退堂鼓 只得继续往前走 忽然 远处出现了一道蓝光 在月光下的草丛里跳跃 他大着胆子追过去 蓝光却突然没不见了 他感觉这里确实有些阴森可怖 于是决定离开 可是没想到刚走没几步 蓝光忽然又出现在 离他不远的地方 这时候他觉得可能真的遇到鬼了 想起之前说过 只要品行端正就不怕鬼狐的话 毅然将生死置之度外 看到前面的坟头有个小石桌 慢慢走了过去 阴森坐到石桌前 见蓝光靠了过来 举起酒壶大声喊道 你想和我喝一杯吗 话音刚落 蓝光瞬间消失 他赶紧跑过去 发现地上是一块人的天灵盖 阴森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死的 可看他如今曝尸荒野 实在可怜 正好旁边有个小坑 于是将天灵盖埋葬 还在上面放了块石头 就算是墓碑了 就在他要离开时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名少年 朝他深深做了个衣 阴森知道他肯定是鬼 问他是什么人 少年答道 我就是先生刚才埋的天灵盖 每天受风吹日晒 魂魄不得安生 先生大发慈悲将我埋葬 可谓恩情深重 所以特意献身感谢 阴身见少年谈吐不凡 邀请他一起喝一杯 少年欣然答应 酒过三巡 少年说道 先生大恩 我无以为报 有个小妹名叫刘瑞雪 让她服侍先生左右 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接纳 阴身问道 令妹也是鬼吗 少年说是 阴身又问道 鬼可以和人交往吗 少年说道 当然可以 鬼大多不会害人 况且小妹温婉贤淑 先生见了她一定喜欢 阴身大喜过望 少年起身 让她稍等一会儿 没过多久 少年带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 来到阴身面前 借着月光仔细一看 长得峨眉带秀 凤眼寒情 妖如若柳 面似娇花 真可谓先姿欲晒 惊鸿绝艳 少年说道 夜深了 先生带着小妹早点回去吧 少年嘱咐刘瑞雪 到了阴身家后一定好生伺候 瑞雪连连点头 留着泪和哥哥告别 回到家时已经是四更十分 阴身的妻子怀夫人早就睡了 她把瑞雪带到其他房间安顿好 第二天早上起来 才把事情告诉妻子 见丈夫带回来一个漂亮女人 怀夫人即便心里一千个不乐意 可又能怎么样 况且听说瑞雪是鬼 担心她对自己不利 只得抢言欢笑 瑞雪对怀夫人非常尊敬 每天早晚请安 像伺候婆婆一样 她这才放下心来 逐渐把瑞雪当妹妹看待 朋友们问阴身 在乱葬岗有没有遇到鬼狐 她怕说出实情惹来麻烦 只好说在一座坟头躺了一夜 什么都发生 这事上根本就没有鬼狐精怪 瑞雪聪明伶俐 尽心侍奉阴身夫妻 很快融入了这个家 见阴身个性浪荡不羁 爱凑热闹爱喝酒 经常和朋友们外出游玩 瑞雪担心她在外面遇到危险 教了她一招定身术用来防身 有一天 阴身又和朋友们相约外出游玩 回来时天已经黑了 经过墙板山时 她想起有人说山里有很多湖 又想逞能 一边走一边念叨 听说这里有很多狐妖 为什么我一个都没有遇到 刚走了没多远 草丛里突然窜出两只狐狸 拦在她面前 其中一只发出了人的声音 听说你经常吹嘘不怕我们 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们的厉害 阴身着实背下了一跳 转头就跑 两只狐狸立刻追得上来 她情急之下 忽然想到了瑞雪教过她的定身术 不知道管不管用 这时候已经顾不得多想 赶忙停下脚步 转身面对追上来的狐狸念动咒语 没想到还真管用 两只狐狸立刻就动不了了 她万分欣喜 走过去仔细打量这两只狐狸 发现是一雄一雌 于是抚摸着雌狐狸的脊背 小声问道 既然你们能说话 那就肯定也能化成人形 你要是长得漂亮 我就娶你为妻 慈狐狸说道 之前听说你曾经说过 只要品行端正 就不怕鬼狐 还以为你是正人君子 没想到竟然是个轻薄无礼之徒 阴身听后哈哈大笑 说道 你们狐类也讲人品道德吗 现在你的小命在我手里 难道就不怕我把你包皮拆骨 慈狐狸没有说话 阴身继续抚摸着她的脊背 见她皮毛乌黑发亮 说道 好一张狐狸皮 带回家给娘子做个披肩 她一定喜欢 慈狐狸听到这话 身边不由地抖动起来 过了半场小声说道 我父亲来了 只要你肯放了我 我以后就是你的人 这时候东方发白 太阳探出头来 阴身发现远处走来一位老人 来到跟前朝他做了个衣 说道 都是我管教不严 而你们触犯尊严 还请先生宽恕 他见老人如此彬彬有礼 解开了定身术 不等他说话 两只狐狸和老人都消失不见了 他顿时有些后悔 叹了口气 依依不舍地离开 离阴身家不远的一个镇上 有一座巨大的庄园 主人是个官宦子弟 因为经常有鬼怪出没 家里人都非常害怕 决定低价出售 可一时间又找不到买主 瑞雪告诉阴身 这座庄园里埋藏昭数千两银子 要赶紧买下来 急不可施 时不再来 自从用定身术制住两只狐狸后 殷身对瑞雪言听计从 立刻买下了庄园 果然在里面挖出了五六千两白银 这座庄园确实奢华气派 有很多房屋 殷身带着家人搬进来以后 只住了三分之一 其余都空着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那些空着的房间里 总会传出人的说话声 可是却看不到人 殷身问瑞雪是怎么回事 瑞雪说是他喜事到了 殷身问是什么喜事 瑞雪说道 相公还记得吗 两个月前在墙板山遇到两只狐狸 还戏弄了其中一只雌狐 殷身说道 当然记得 可惜让他们跑了 否则给娘子带回来做个披肩 瑞雪说道 那只雌狐可是个绝代美人 相公舍得把他做成披肩吗 殷身眼前一亮 问道 你怎么知道 瑞雪说 我们没有买下这座庄园之前 他们全家就已经在这里住许多年了 殷身惊喜万分 赶紧问怎么才能见到他 瑞雪说道 他们一家都信佛 只要你在家里供奉观音菩萨 每当初一十五的晨时到四时 他们就会出来拜菩萨 到时候就能看到他了 殷身立刻打扫出一个房间 供奉了观音菩萨 还特意在房间旁边堆放了一些杂物 到时候可以躲在里面 初一这天 果然有一家人来到佛堂 为首的正是那天 在墙板山遇到的老人 身旁是一个老婆婆 后面跟着一个少年和两个少女 其中一个鸡如巨血 病若踩云 梅如春柳 眼似秋波 一家人拜完菩萨出来 那个最美的少女 指着殷身藏身的杂物堆说道 这些东西是谁放的 要是有贼藏在里面 只怕不容易发现 等少女离开后殷身才出来 望着他远去的方向发呆 这时瑞雪走了过来 他立刻说道 那个女孩长得太美了 要是能娶她为妻 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 瑞雪说道 放心 我帮你 这个少女名叫三姐 和姐姐一起住 三更十分 瑞雪在房里轻声呼唤 胡三姐 既然已经答应嫁给殷身 你不会是反悔了吧 瑞雪反复说着 三姐的姐姐也听到了 问道 阿妹 你睡着了吗 三姐答道 还没有 姐姐说道 既然没睡着 肯定听到她说的话了吧 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 我明天就去问问爹娘 七天以后 瑞雪对殷身说道 事情办成了 老胡很快就会来找你 殷身有点不幸 没想到第二天 果然有个小仆来请 她大喜过望 赶紧换了体面的衣服 跟着过去 刚走进空闲的院门 就看到一位老人过来迎接 打眼一看 正是在墙板山遇见的老人 把殷身请到屋里后 老人说道 小女蒙相公贱爱 是老朽的荣幸 我这就把她交给相公 殷身赶忙站起来 拜见岳父 老人又说道 这院子现在是相公的 不如就在这里澄清吧 殷身大喜 连忙叩拜岳父 很快有位老婆婆 领着三姐出来 老人介绍道 这是捉惊 殷身听罢 赶紧又拜见岳母 老人让人摆下酒宴 款待殷身 三姐靠着岳母坐在旁边 太阳落山后 岳父岳母让丫鬟 把殷身和三姐 领进一个房间 里面已经贴上了 大红喜字 殷身目不转睛地 望着三姐 三姐眼口笑道 相公藏在杂物堆里的时候 还没看够吗 殷身这才知道 三姐那天早就发现了她 随即将三姐揽入怀中 从此以后 三姐每天早晚 都会过来拜见怀夫人 怀夫人和三姐母女俩 相处得也十分融洽 一年之后 殷身突然得了一场大病 看了许多郎中都不见好 花仲金请了明依过来诊治 明依说病到这个地步 除非仙丹 才能让她起死回生 瑞雪对三姐说道 我听说纯阳大仙的弟子柳仙 先在钟南山的山洞中炼丹 你去求求她 或许能救相公 三姐说道 以我的威莫道行 就算去求她 她肯定不会给 瑞雪说道 她要是不给 你就去偷 三姐摇着头说道 我听说大仙的仙剑就挂在洞里 只要有人靠近就会被诛杀 瑞雪说道 就算有仙剑 也未必能杀得了你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相公死在面前 却坐视不理吗 三姐无可奈何 说道 就算是去偷 也要花些时间 只怕相公的病等不了那么久 瑞雪问要等多久 三姐说道 至少要五天 瑞雪说道 你放心去吧 这五天里 我就算是拼了一丝 也要保住相公 三姐走后 瑞雪知道肯定会有鬼差 来居阴深的魂魄 所以一直守在家门口 两天后 瑞雪看到一名鬼差急匆匆赶来 赶忙迎上去 使出魅惑手段 问道 搬头这是要去哪里 鬼差见瑞雪长得美艳绝伦 被迷得神魂颠倒 笑着靠了过来 说道 我是来居人的 瑞雪说道 我有个至亲身染重病 让我看看你的鞠票里 有没有他的名字 要是有 求你多留他两天 我一定准备厚礼感谢 鬼差听到有好处拿 大喜过望 立刻把鞠票拿给他看 瑞雪拿过来一看 上面果然有阴深的名字 瑞雪说没看到亲人的名字 趁着鬼差没注意 悄悄把阴深的名字和住址抹去 然后还给鬼差 鬼差没有发现问题 所以一直没有来居阴深 他的命这才得以保全 五天后 三姐果然回来了 带着三颗仙丹 他先吃下一颗 刚想开口说话 忽然有一位金甲神人来到 一把揪住三姐 三姐连忙把仙丹扔到地上 两人随即消失不见 瑞雪急忙捡起仙丹 对阴深说道 快把仙丹扶下 神将很快就会压着三姐来取 瑞雪和阴深每人扶下一颗 没过多久 三姐果然出现 惊慌失措地问道 仙丹在哪里 瑞雪说已经吃了 三姐大惊失色 说道 你们两个害苦我了 三姐拿出一对鱼鱼 把其中一个交给阴深 说道 我已经怀有身孕 以后如果见到有人 拿着这个来找你 那就是你的儿子 三姐说完跑向门外 瑞雪赶紧追上去 却不见她的踪影 阴深吃下仙丹后 病马上就好了 可是三姐却再也没有回来 两人知道 她肯定是因为盗取仙丹 被柳神仙发现 被囚禁起来了 瑞雪吃了仙丹后 已经成了鬼仙 十五年后 殷深的舅舅在陕西做官 得了一场病 殷深前往探望 等他到的时候 舅舅的病已经好了 恰逢现世 舅舅让殷深帮忙做监考 发现来考试的一名少年脖子上 记着一块玉鱼 和自己手里的几乎一模一样 殷深知道他肯定是三姐生的 却不敢相认 询问他的情况 得知他名叫狐狸 家就在附近 第二天 殷深亲自登门拜访 从里面走出来一位老婆婆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三姐的母亲 岳母把殷深带到家里 这时候狐狸正在书房读书 岳母对他说道 你父亲来了 快来拜见父亲 当时殷深还没有子嗣 喜出望外 赶忙问三姐现在在哪里 岳母说道 当年他为你盗取仙丹 被柳神仙关在一个山洞里 一直盼着有人去搭救 殷深感慨万千 泪流满面 对儿子说道 等你考完试 跟我一起回家 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救你娘 殷深回到县衙 查阅了儿子的文章 发现他文章锦绣 随即把事情告诉舅舅 舅舅把他选为秀才第一名 当他准备带着儿子回家时 狐狸却想先看望母亲后再回去 岳母说道 你母亲被柳神仙关在山洞里 想见到他只怕不太可能 狐狸跪下大哭道 既然知道母亲被关在哪里 我这做儿子的 即便不能救他出来 至少也应该去看看他 岳母不得已 只好带着狐狸来到一座大山前 指着山崖上的一个山洞说道 看见那个山洞了吗 你娘就被关在里面 狐狸仔细一看 那个山洞就在悬崖绝壁上 山崖像是被刀砍俯劈似的 根本没办法上去 哭着说道 我既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 又不能叫母亲出来 实在太没用了 他嚎啕大哭 岳母劝他先跟父亲回去 就母亲的事再慢慢想办法 没想到他突然跳了起来 说道 要是不能救母亲出来 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我一定要到天奇庙玉皇宫 去找淳阳大仙 问他妾丹救福算是什么罪 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话刚说完 就看到一个女人出现在洞口 狐狸知道她肯定就是娘 赶紧给娘叩头 三姐说道 你的心愿娘都知道了 你跟着爹爹先回家 去求求留姨娘 她一定有办法救 三姐说完随即不见了 狐狸大喜过望 回来后立刻把娘的话告诉了阴生 阴生想带着岳母一起回坟阳县 岳母说道 女儿把外孙托付给我 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看到你们父子团聚 我十分欣慰 终于可以卸下肩上重大了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就此告辞了 阴生还想挽留 岳母已经飘然而去 阴生带着儿子回到家里 怀夫人和瑞雪都非常高兴 狐狸跪倒在瑞雪跟前 求她想办法救救母亲 瑞雪急忙把她扶起来 说道 你母亲的事我都知道了 柳神仙之所以生气 不是因为她偷了仙丹 而是因为你母亲 在偷仙丹的时候 变成了她师父的模样 骗了她的仙丹 所以一直无法释怀 现在咱们去求她 她肯定不会答应 只有去求她的师父才行 不过纯阳先是一向来去无踪 等她路过这里 我再领你去找她 狐狸听说有办法救母亲 这才稍微放下心来 半年后的一天 瑞雪告诉狐狸 纯阳先师来了 学宫岭上有一座纯阳道观 你等在道观门外 看到有个跛脚道人 背着宝剑来到道观 你立刻过去求她 只要你心成 大仙肯定会答应你的 狐狸立刻赶往纯阳观 果然看到一个跛脚道士 走进道观 立刻跪倒在她面前 恳求她舅舅母亲 道士笑着说道 你弄错了吧 我只是个四处乞讨的老道士 什么本事都没有 哪能救你的母亲 狐狸不信 一直不停扣头 道士见她把头都磕破了 问道 按你所说 是想让我救一只狐狸 她跟你是什么关系 狐狸答 她是我的母亲 道士说道 你的母亲得了重病 只怕命不久矣 就算我把她放了 她也未必能跟你回家 只有你终止的血能救她 你愿意用血救母吗 狐狸当然愿意 道士拔出身后的宝剑 让她把右手伸出来 闭上眼睛不能偷看 狐狸伸出右手闭上眼睛 道士说道 我要割了 你可不要害怕 狐狸使劲点点头 过了好久 道士还没有割 睁开眼睛一看 道士早已不知去向 他觉得道士 肯定是不肯救他的母亲 大失所望 回到家后 狐狸看到一位漂亮的少妇 正在和父亲 以及怀夫人瑞雪说话 问她是谁 殷深说道 她就是你的生生母亲 狐狸听说是母亲 悲喜交加 立刻扑到三娘怀里 母子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三姐对殷深说道 我虽然回来了 我不能在家里尝尝 过个三五天就要离开 当年我服下仙丹后 已经不需要吃饭喝水就能活 而且在山洞里修炼了十七年 早已修成神仙之体 狐狸文言大哭道 我刚见到母亲 母亲就要离开 让我情何以堪 三姐也舍不得离开儿子 说道 那好吧 为了你 我就再住三个月 狐狸求母亲再住一年 三姐点头答应 一年后悄然离开 不久之后 怀夫人去世 家里的事都由瑞雪掌管 殷深让儿子用心读书 准备相识 殷深一直活到古西之年 临走前吐出了一颗红丸 瑞雪吩咐儿媳妇全姻娘 把红丸收好 嘱咐道 这是你公公当年服下的仙丹 能治百病 你可一定要收好 这时候狐狸已经中了进尸 做了官 瑞雪把自己的尸骨取出来 和殷深与怀夫人合葬 三年后悄然而去 后来狐狸得了一场大病 要是网笑 全姻娘忽然想起婆婆说过的话 拿出红丸给她服下 她第二天病就好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